我現在身處在這間酒店 我覺得最恐怖的停車場 現在差不多接近12點 我就帶大家走一次這個停車場 今天超大霧,很有氣氛 因為它下面實在太硬氣了 所以它以前聽說很多安全 每個晚上的巡邏時 都會看到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在下面目的幾層走來走去 要不然就是有一個保安局 看過有人從上面不停地重複跳樓 消防局一來,怎麼找就找不到 那個跳樓死亡在哪裡 你看這輛 是爛了的車 為何還怕停車場 其實我想他們可以拿走的東西 都會拿走 鏡子、車子,不知道 其實這座停車場總共有三層 是假的 完全不停車場 就這樣看 這個… 我以為是小鳥的屍體 但不是,看錯了 有一雙鞋 是鋪了一層的鞋 應該很久沒人來這裡了,我猜 好,我們繼續走 水桶很大 水桶很大 這裡的車就沒有了,水桶就很大 水浸 你看看,它已經… 幸好我穿了一雙鞋子 好像越來越深 我想說那雙鞋濕透了 我雙襪也濕透了 這座停車場也挺大 如果一個人在這裡,應該會當失路 水從這裡出來 為甚麼 它爆了水的位置,看到嗎 為甚麼它突然開著喉嚨 那裡也有水 是否… 看到嗎 其實天花是否破爛的 明明這裡是一個多層式停車場 但為甚麼偏偏只有最頂的那層 才有車停泊在這裡 而下面那兩層 就幾乎一輛車都看不到 如果這裡本身真的是一個停車場 為甚麼又只有上面才有人用 難道下面的樓層 並不是用來做停車場那麼簡單 還可以下樓層,怎麼搞的 不是只有三層而已 難道這裡就是網上流傳的座位置 所以聽說那邊一直發生很多事 最後連保安局都很怕了 他們說凡是下面的樓層 他永遠不會走到下面或停車場 因為裡面的樓層實在太硬了 所以他們覺得為了安全起見 所以把所有的樓層 所以保安局的房間都搬到四樓那裡去 前面是否是廁所 上去看看 他有洗手盆 這些…有號碼的 以前不是有人住在這裡 我不敢相信 我想應該是放東西而已 好,先看看別的房間 裡面的房間是密不透風的 為甚麼人會住在這裡 不知道上網上有沒有人說過 這裡有房間 這麼奇怪 為甚麼好好的會有這些房間 有聲音 很濕 這些真的像有人住在這裡 你看,有腳印的 能否拍到 不是我的腳印 前面好像還有一個暗位 讓我們走進去看看 好像都是那些小房間 全部都是用木板遮蓋著的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 小心,又好像… 在大木板上,即是橫石地 好 還有廁所 還有廁所 應該之前是被人住的 這裡全部都… 對,有洗手盆 這些木板 好像我們走過的 封了的房間 都是用木板的,我記得